《时事焦点》 一周来的国内外热点问题 进行深层次而广泛的研究与分析 帮你了解最近韩半岛及周冰地区的局势 《时事焦点》节目除广播之外 还通过韩广网站提供视频服务 欢迎你收听收看 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焦点》 我是全家林 第十九届韩国总统选举还剩下了三十多天了 总统获选人的范围逐渐缩小了 假如说没有意外的话 就是温家印还有安哲书 还有洪廷标等三人 会展开追踪的一些竞争了 韩国第一大在野党 共同民主党前党首的温家印 在百分之五十九的累积得票率 就超越中青南道倒计时的安息政 和城南市长的李寨明 在三号举行的首都圈的一个党内选举当中 就是成了一个核选人了 国民主党的那个安哲书呢 就是累积的票率得到百分之七十二之后呢 就是压倒就是民主党前党首的 那个孙赫亏跟那个国会副议长的 那个票率宣登这些金正者 四号就是从大田跟中青南道的选举当中 得到一个冠军 就是拿到了一个国民主党的那个总统获选人了 还有三个月三十一号呢 就是韩国 只有韩国党已确定了 就是说推荐这个青山南道道者式的那个红军标出战了 从这样的那个东西来看呢 就是说好像这次的那个选举呢 大致上是三人为中心的一些竞争的局面 在各种民调就表示这个温家印的支持率 现在仍然是占第一 但是呢就是近来 这个安泽秀的一个支持率大幅上升 逐渐呈现出两强相政的一个局面了 不知道那个红军标的一些表现会战会怎么样 反正这个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就看看他们的一些竞争对决 今天的那个视角的节目就为了 韩国总统选举就是大选 这个蒸笼的格局啊就是基本形成了 今天就讨论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和分析 当前的那个局面 今天特别邀请的是两位 站在一位是那个自由亚洲电台的 李春衡记者 另外一位是唐国大学的 徐明志教授给我们点听 两位好 首先刘记者啊 这是第十九届那个韩国总统选举各当候选人的一些 现在不是基本上差不多定下来了吗 对 那介绍一下简单的那个情况好不好 好 这个最先推出总统候选人提名的是正义党 正义党的党首就是身相丁 十位女性 她是在一月中旬下旬 一月十九号左右的时候 早就点 她是最早的一个正党提出 就是后的提出候选人的 那个党只有一位医院而已吧 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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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 然后她也有一些那个什么 那叫什么 比例代表也有 比例代表 比例代表是有 对对对 然后她是正党 政党是在上月二十八号 她是有经济到的倒置是南景臂 南景臂 还有一个是就是政党 就是曾经受到朴槿惠 就是抵制的刘成敏 刘成敏 刘成敏 然后她就是两个人在竞争之后 刘成敏呢 获得胜利 然后她是在二十八号 就推出提名的总统候选人 然后是自由韩国党呢 是在三十一号 然后通过 她当时呢 推出了很多 差不多有十几名候选人 然后呢 压缩压缩之后呢 最后又是 红准标 当选 然后 然后共同民主党是在三号 她呢 她本来是有一共四位候选人 一位是高阳市的市长崔星 然后还有一个城南市市长的李在明 还有一个安息政 对 都城南的倒置是 然后在他们的 尤其是其中的排名第二的 就是安息政的支持率呢 一度曾经达到百分之二十二 但是后来呢 就是她这个 有人认为就是 李在明非常左倾 就是进步倾向非常明确 然后就是这个安息政呢 相对的比较有一点可以包容 所以是获得一些保守阵容的一个支持 但是后来这个呢 在党内的选 党内的候选人提名这方面的竞选方面 这反而就造成她的一个选票的 就是下跌的一个原因 文在寅呢 是以百分之五十七的支持率 然后她获得了当选 然后最后一名是四号 国民治党安德秀 他们是一共是三个人 三个人是 一个是朴祝轩 一个是孙贺归 他是安德秀呢 他是国民治党 是在所有五个党当中呢 他最后一个当选 就是提出提名的 所以是在他的竞选过程中呢 他的安德 他是以百分之七十五的支持率 获得当选的 所以是在他这个党内竞选过程中呢 他的支持率 就是节节上升 一直有一种 就是有一种就是超过文在寅家 现在是五个政党都有候选人 我们是刚才说的就是正义党 政党还有自由韩国党 还有共同民主党 还有国民治党 一共五个党 五个党都要都提出选举 但是现在最有支持率最大的是 现在目前来说是文在寅 然后就是安德秀 但是假如是说 在通过一个月的过程中 有的候选人退出的话 形成两人对峙的一个格局的话呢 有一种就是推论和是舆论的民调 表示安德秀可能会 就是支持率会更高的一种舆论 但是现在的这民调呢 就特别多 我现在手头拿到一份 就是有就是东央日报 在四号五号 对一千五百个人进行的一个民调 这个民调他的就是回答率 就是我们打电话问的时候 他回答率是29.4% 然后他算是比较高了 因为回答率一般都是10%左右 对 有的是个卫视 对 所以这个 然后他的可信度是95% 他的误差那是上下 就是加减2.5%左右 他在这个里面的是 他在这个里面就是说是 文在寅的排名第一 38.4%的支持率 然后第二是国民之党是 安德秀是34.9% 然后是红准标呢是9.6% 他不到10% 然后剩下的是柳成民 2.7%和新向丁 2.1% 但是这个民调很奇怪的 就是说 假如是两人的竞选的话 就是文在寅和安德秀的话呢 安德秀的支持率 获得50.7% 然后文在寅是42.7% 他们两个人相差8个百分点 所以是安德秀在这方面呢 可能是两人比 还是五人比的情况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还剩下 一个多月的时间 这个选战会怎样进行呢 我们现在不好说 但是就是说 假如是两个人对比的话呢 就安德秀可能就是义军突起的一种情况 但是这是一个民调 但是另外一个民调呢 是叫做MBN的一个电视台 一个每日经济 他们也是进行电话调查 他们打了一共9359个电话 其中有1008个人做回答 他们的核心度是95% 然后他误差呢 是加减3.1% 然后这个里面呢 就是文在寅 如果是两人对比的话呢 文在寅的支持率是46.3% 然后安德秀是42.8% 所以是这个 我刚才最后面再说的呢 是6号发表的 然后前面说的呢 也是5号发布的 所以是这个在民调呢 在一天的差距呢 就是上下浮动的范围很大 所以是现在假如是在一个月 我们现在是 现在立投票 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 结果会怎样呢 就是令人拭目以待 不是 对这个 一般民调啊 这个操作性比较强 怎么调查就办法 怎么问你 对 这个结果的那个出来 然后你问哪个地区的什么 时间端也是非常重要 对对对对 这也重要 人人都上班之后打电话的话 一般都是老年在接电话 就保守的一个结果 比较明显了 还有就是 这个一般都是通过电话 而且呢 这个刚才说了 回答率啊 有的都不到10% 那么你选了1000个人 回答率是10% 那就100个人 对 100个人里面你这样分 是不是你这个 我说这个就是可信度啊 可以信赖的 他们说都是这个95%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有一点问题吧 这个可信度是那个统计标本上的 标本上的可信度 并不代表统计的结果的那个可信度 那徐教授啊 那你先介绍一下这个最近的民调 尤其是这个政党跟那个什么一些后续人之间的一些 刚才这个刘记者介绍了很多 我这边有一份就是4月5号 这是最新的 最新的呢 这个就是刚才也是稍微介绍过的 就是NBN和这个美日经济新闻呢 他委托这个民调机构 这个Lealty 就是调查的 这个从这个这五个人 或者是现在又多了一个就是金钟人 对吗 如果六个人来 这个现在说是如果要看谁的支持率怎么样呢 就是在多数在选的时候呢 不只是这个民调 任何一个民调都是文在寅是第一名的 你不说这个两个人比 如果多数的比的话呢 那么像这个民调结果呢 是这个文在寅呢 41.3% 安哲秀呢 是34.5% 然后一般前三名大部分都定了 哪一个民调都是一样 第三名就是自由韩国党的这个红准标 他是9.2% 那么下来呢 就是有一些就是政党的什么刘成敏呢 正义党的沈湘丁啊 那这些呢都是3%以下 所以说呢 任何一个调查都差不多 所以说这个如果说现在 如果选举六个人都出来的话 那这个文在寅的希望是最大的 但是问题是什么呢 现在这个因为 现在还有30多天 如果这可能在20多天 甚至10多天的时候呢 可能有一些就是 有些人呢 就是他退出 然后合并 支持哪一个人 有这种情况会发生 不可能说这六个人 他全部都会走到这个 就是走到底了 走到底了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这个变数就出现了 那现在大约的情况 我们分析一下的话呢 文在寅他的那股势力 但是呢 除了他的势力外 其他的就比较保守的一些 阵容的人呢 是不会投他的 那么不会投他 如果说现在 说这个先变成自由韩国党了嘛 那现在这个红准标 他变成了就党的候选人 但是呢 他也就说话呢 就随便乱说 然后呢 这个就给人的一种印象啊 就是觉得说 这个人如果以后当总统会怎么样 就有很多人对这感到疑虑 特朗普效仪 就是跟特朗普一样 所以 那么他是保守阵容的 那保守阵容票会跑到哪里呢 很多专家分析啊 说是 如果说是真的 他的保守的票要逃出来的话呢 那就是那个 安德州的算上 比较有利 还有刚才 刘继姐也介绍过了 这个 像共同民主党 他们选的时候 这个文在寅第一 然后呢 那个谁啊 那个安息政 安息政第二 对吧 李在明第三 李在明比较激进嘛 对吧 他的票呢 大概一半以上的都到文在寅那里去 可是那个安息政的票呢 反而会离到 离开到那个 比较保守 安德州那里去 对对对 所以说安德州现在呢 他现在的最主要的目标是中道 中道 然后呢 这个因为这个 他也是以这个 就湖南地区为根据地嘛 国民之党 对吗 所以他呢 希望能够中道 甚至呢是 中道 清保保守的这边 他想拉这边的票 是 对吧 那么红准标呢 反正是他现在一定要走保守这条路的 那么他要这个要拉拢一些就是过去以前就是那个什么大韩国党也好什么就是以前这个就是就是就是说集中的那些积极的那些积极的那些保守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呢他在这个选举当中呢说不定还可以拼一拼目前的因为这个因为这个执政党一些怎么讲就是人们就国民对他的这个视线嗯 这不太好对吗 但是呢这个选举啊一两天就会改变那个局势的 是啊所以说这个如果这样下去他一直对准的是保守的话 嗯那说不定就保守这边这个他们团结起来嗯来支持他的话说不定他也有可能 是啊 我现在是好觉得是他那个呃红准标的柳成敏呢他们俩真的很厉害 嗯就是他们两个都是原来是同一个政党 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两个争的这么厉害 我觉得呃我现在就是红准标呢主要是他的目标就是当选总统是第一个目标哈 但第二个目标呢就是说我要成为一个保守阵容的一个就是呃唯一的领导呃就是领导呃代表啊 就是你们都要与我为就是代表哈就是重聚在一起啊 所以他们两个人就说要争谁是我谁能代表就是保守阵容啊 所以是呃红准标要求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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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的是形象丁更积极的进步 形象丁 然后另外一个 我觉得安哲秀 安哲秀反而是他属于进步 然后刚才像你说的 也属于一种中道的 所以是现在是一个两个进步 两个保守 然后还有一个进步偏中道的安哲秀 现在这个刘成明跟那个洪准标 洪准标之间的一些争斗吧 一种争斗 为什么呢 我个人是这么觉得 现在没有人关心他们两个 因为因为有的弹劾事件 或者是那个清新门事件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 所以他们现在要一种convention效应 就是讲一说要得到人家的关心 对关心关注这样 所以他们闹得现在这么这么大 大声 其实他们两个期间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矛盾 如果说就是说 当然这是假设 那么现在我们看支持率的话 那个洪准标还是高于 这个刘成明 安哲秀也高于刘成明 刘成明以后如果说他要退选了 那他也要做个选择 你倒是走哪一条 那么他不可能到文在寅那里去的 对吧 那么他可是他到所谓的现在的这个民主韩国党 韩国民主党 自由韩国党 如果他到那里去呢 那以前你从那边出来退出了 所以也有一点负担 在好马不齐回头 那么他选择的呢 只有一条了 那他就可以到安哲秀那里去 可是到安哲秀那里去呢 被骂还是会被骂 一样的 然后到那里去是不是还觉得有点因为你是从外地来外部来的 所以这个也有点 所以说他呢如果以后真的是说如果走到底当然是也可以选 可是呢如果说看这个局势不好的话他要赶快做出一个判断 他到底是要走哪一边 那么他走哪一边呢对哪一边多少会有点帮助 像那个他过去的话呢 所谓的那清湘北道的一些那种保守的那些票呢 说不定会到这个安哲秀那里去 还有韩国政治的有一个特点呢 你绝对不要换个衣服 你就是执政党变成在野党 或者是民主司令变成那个保守司令 这样的话一般这些人呢就是很难当选 现在洪准表就是批评那个刘成敏的主要原因也是这个 而且在一个国民制党内的孙赫龟 为什么得票率一直在下那个就是第一呢 他跑了太多地方了 对跑太多了 他以前是 金中人也是一样的 但是比那孙赫龟和金中人是两个不同的人 金中人是有能耐的人 然后孙赫龟呢好像是相对来说能耐 没那金中人这个大 是吗 也要做过这个党首的人 我们叫kingmaker 就是他曾经把那个朴槿惠推向总统 然后把那个就是共同民主党 就是在一个摇摇欲坠的共同民主党 我们可以把它提发展成为123个席位 这党就是国会里面最大的一个政党 也是有功劳 不是 这是他的能耐 可是金中人呢 他自己如果要出来竞选总统 不是如果是已经发表他要竞选 这个还不一定 他不一定会走到底的 不一定会走到底 而且现在他的支持率呢 我们这样看一看1.2 1.2 我们先不要谈这个单位数的那个支持率 我们谈双位数的 双位数以上 那现在在文哉音 那就是最领先的一位对人了 就是至少在民调上看啊 那你觉得这是影响文哉音的因素在哪里 影响文哉音 我觉得文哉音假如是说 现在我们现在很多风声 就是他儿子什么就业问题 然后他他曾经当那个 民政首席的时候 就是以前的陆武宣总统的 他的亲家有什么犯规的时候 那个是负面的 就是负面消息啊 所以说他这些 政治就是负面消息的 所以说这些负面消息 应该会对他有一些影响 但是现在文哉音呢 他是一个他在2012年的时候 曾经就是竞选过总统 那这次是第二次竞选 所以说他是一个有所准备的 然后他现在是很好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唯一 就除了那个正义党之外呢 他是唯一能代表 这是进步倾向的 所以我们韩国的选举呢 大致可以分为两个 一个是保守阵营 一个是进步阵营的 那现在是进步阵营 尤其是在这个 朴槿惠总统遭到弹劾和罢免 人家对这个保守阵营的一个 一个概念并不是很好的一个情况下 所以是这个他的这个 就是进步倾向的候选人 当选总统的可能性 相对的被看好的情况下 他是在代表这个进步倾向的 所以是他的民调一直从今年1月开始 维持在20%30%节节上升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对他来说 他虽然有一些这个 这些受到一些各种批评 但这种批评 不一定是正确 每次选举像李慧昌以前 也受到这种批评 不过这次的候选人当中 两名候选人可以直接攻击他 一个是金种人还有另外一个是安治区 他们都有经验过 对对对 但是这个我觉得像金种人呢 他是可以批评他 因为我甚至在给你 这是最新版本 不是我给你卖国力 我给你把你拜一个摇摇欲坠的一个政党 我给你把你发展成为123个席位的一个最大政党 然后你卸磨杀驴 这个当然 但是金种人的他支持率 现在只有百分之一点几 而他的这个发言权呢 没那么大 可是那时候也有天时地利的关系 不只是说他这个个人的能耐那么大 那个时候的这个政治局势 政治情况呢 是对在野党是有利的 对吧 还有现在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大家都走 说是要支持进步方面 因为以前就是这些就是尤其是年轻一些的 这种比较支持这个保守 他一看到这种情况 这个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 这个朴槿惠也是那个党 所以就觉得就是说政府这样 那么这个党也连带的说 这个对这个党呢有种反感 那么有了反感以后呢 有些人呢是不说话 那么有些人呢是就就往这边偏 偏的人呢 他大部分都是走这个就支持这个 文在寅这边 可是问题呢 到了选举那天 投谁的票 我们是很难说的 对对 我天会为下雨还是问题啊 但是我最重要一点是说 我们在选举里面啊 就是陆宪总统之后 然后是李明博 他是一个保守阵容的 然后的朴槿惠也是保守阵容的 就是朴槿惠 已经十年天下以后 我们在之前呢 要改朝换代吗 你的意思是 我没那么说啊 但是在那之前呢 是一个就是金大宗和陆武宪 他们也是十年 所以是这个十年和十年 一种周期了 是不是有个周期啊 十年风水轮流转 不过有一个特点了 现在我们看民调的时候 一定要澄清的是 一般这个民调当中 我们有一个规律叫四比四比二 就是进步实力跟保守实力是各四 然后是这个浮动的票呢 就是占百分之二十左右 墙头草 对对对 不过积极的 或者是一些进步的实力呢 就是表白我支持谁 不过一般保守呢 不说 对不表态 所以现在的民调 刚才都说那个什么回答率 这么低的主要为您 会不会这个一凶一些一些比较害羞的保守实力 就不表态 所以我觉得红准标对准的就是 就是这部分了 然后呢 到了最后关头呢 就把他们给他刺激起来 我想这是应该是他的这个目的 因为我们从这里 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出呢 当时这个要弹劾这个 朴槿惠总统的时候 赎光集会 对吧 弄那么大 到后来呢 他们也要反击了 那反击来的就是太极其集会 那么太极其集会的人呢 当然没有说烛光那么多 但是呢 也有相当一股 那么如果说 进步的 比如安德鲁也和文在铁 拿他们这些票来分 而这边保守的 如果他能自己独拿的话 那就很难说了 就像你说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是文在寅 他绝对是现在领先 所以他绝对会走到底 然后安德鲁他也会走到底 然后红准标 红准标也会走到底 其他不一定 然后呢 红准标是 我是保守阵营的 是唯一的一个候选人的话 那你们这两个人 都是有进步倾向 那进步倾向二分之一 假如是一分为二的话呢 我保守阵营 我自己独拿这个保守阵营 刚才也说了 因为保守的都不太表态 是啊 所以说到时候投票的时候 投哪边 这个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说现在看起来呢 是当然一般的这个 这个格局是这样 现在当然大家都知道 这个是文在寅领先 对 然后呢 这个安德鲁在后面紧追的 现在如果说两个人都还抄了 怎么样 这是民调 那民调就是民调 那么现在第三红准票 大概百分之十左右的话 那么它百分之三十几 那么到时候如果选的话呢 它不是说也是没有 因为以前我们通过 这个几次选举 我们也知道 开票以前觉得是 这个就是不太有希望 但是开了票以后 反而当选也有 这个很难说 现在看起来呢 情况是这样 大概的模子是这样 但是呢 这变数很多 前一两天发生什么事情的话 可能明星会动摇 还有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说 现在后线楼越来越缩小了 所以这个竞争对手 基本的格局已经形成了 那但是那个文在寅的得票率 支持率没有上升高 就是还在保持在 保持在一定的那个数据上 但是呢 另外一部分人的支持率呢 反而往上走 所以呢 就是现在开始这个保守的 或者比较害羞的一些选民们 就是慢慢开始表态 所以现在这个民调的结果 很多人就怀疑 到底应该能相信到什么地方 另外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有个变数叫做 我绝对不投不投水 这个知识率还是 这个会影响 对对对 所以他呢是好不好 要么都投他 不然都不投他 不投他的话呢 在其他几个人里面要选嘛 那么现在能选的就是 一般就是这个 这两个大的 因为百分之这个三啊二啊 这个以后 他即使是出来竞选 我看这个当选的可能性 是真的是很少很少 那么你看你要选了 这个两个人里面 你再选哪一个 这边是有铁票 但是呢 有一部分呢 是可以往两边走 不管怎么样就是韩国的民调啊 都是通过那个中央选举舆论 调查生意委员会的 那个审批之后 才可以正式公布 而且这个规定非常严格 但是呢这个民调 仍然有一种漏洞 有一个一个一个缺陷 所以我们要仔细看 而且仔细观察 但是呢现在的这个民调 也不能完全说明 现在的选民们的 那个一种心情 跟那个决定权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 谢谢收看 再见